早晨, 大家好, 來到第三天的行程 早就回到酒店大堂, 有甚麼好做呢? 當然先吃個早餐吧 未吃早餐之前, 跟大家出街逛逛 頭頓一早就相當優靜 他跟胡志明試, 簡直好像兩個世界 為甚麼會走出來呢? 我早就說過, 上當年河內 有很多這類型的早餐店 看見這些法包當然很開心 那他們越南名的早餐吃甚麼呢? 吃些炸肉, 混醬汁 賣多少錢呢? 他就沒有寫 旁邊這邊吃甚麼呢? 煮番薯, 香蕉 還有些紫米飯, 旁邊這些 這些類似紅米飯那些 夾雜堆一起吃 大家都看到當地人的早餐 是吧? 後面的車挺漂亮的 我自己很喜歡看當地人的街市 即是當地人吃甚麼小食 街邊檔 我相當喜歡 現在就回到酒店 看看酒店的早餐 今早有甚麼吃 其實這間酒店 也挺骨子下的 大家看到昨天的房間已經知道了 下到餐廳的位置 進來 整體 都是很舒服的 找個位置坐下 一早不用說 只要用咖啡喝一下 除了咖啡 還有些酸奶 一早就吃水果 除了水果 今早也有些草 最好吃的 最好吃的 最好吃的是 蕃薯 我很喜歡做這些 青菜叉栗 加蕃薯 很棒 看到有果醬 小筆麵 就有 發包加麵包 這裡還有牛油 看了少許食物 還有少許食物 那些葉盆 還未出現 那我就拿一杯咖啡 坐一會 那又出了些葉盆 看看有甚麼食物 看看有甚麼食物 那又出了些葉盆 那是粥來的 不錯 那這邊還有些 茄汁 那這邊還有些 沙甸魚 差不多 還有炒飯 不知道以為吃晚餐 精美炒雜菜 簡約早餐怎麼吃得饅頭 一看到 不是酒來的 是油來的 有油有雞蛋 有甚麼好做呢 有個 扒爐 煎蛋 那這邊就開心了 為甚麼 因為看到一系列的醬汁 那這甚麼食物 那我當然吃 那我當然吃 越南最出名的 越南粉 那有越南粉 小筆麵當然要有湯 還有我最喜歡吃 草 來越南的目的就是為了吃草 好 那我早上就吃東西不多 那我今早 就沒有弄暗烈了 弄了兩個太陽蛋 弄了一個發包 然後塗少許牛油 那就可以慢慢吃 那今天的行程 有甚麼地方好去呢 那在頭頓也是 陽光與海灘 很可惜是今早早下雨 但都無損我的雅慶 我那時都說的 希望在明天 一會兒看出海灘 看看有沒有雨下 如果下雨的話 在附近走一會兒 那坐了大約半個小時 那這間餐廳 人不多 相當之優雅 那有些 那麼好聽的音樂 更加正 那我出來玩 我都會預充少少時間 讓自己慢慢吃個早餐 輕輕鬆鬆的 出來玩 我當然不會說 那些食物好不好吃 那樣那樣 看我煮菜 我經常說 那今天的行程 會是去哪裏呢 我們稍微去一個叫 瓊魚廟的地方 瓊魚廟去看甚麼 聽我的名字都知道 去到看看 看見不見到一條大瓊魚 然後會坐兩個多小時的車 回到胡志明市那邊 去看看建築物 不知道會不會帶我們去買東西 那些團我都不知道 那些什麼購物團我都不知道 那一會兒去到瓊魚廟 再和大家聊聊 吃完早餐出來 我們昨晚住這間酒店 多有法國別墅情懷 吃完 吃完 啊 吃完 在吃完 吃完 可能 到海丹最外面的位置,听海浪的声音都知道 想不想出去潜水,现在就出去潜水 海浪的声音是否很棒,海天一色 这些景置在哪里找 大家看到有多大浪,有没有人游泳 当然有 看下后面,看不到,再远一点,看不看到 是不是很棒,真正到我自己都不懂形容 在这里,相当之舒服,这个海滩 后面真的有人在,不知道摸什么 那两个,大妈 来到海滩,接触一下水是最棒的 如何接触呢 再来拖鞋走出来 很舒服,差点跌 大家看多大浪就知道,真的差点跌 大家看不看到,沙粒很有趣 看不到一粒粒是什么 这一粒在做东西 这一粒在做东西 我之前做的姜葱炒蟹就是这些 现在周围在做沙粒 有多少呢 沙滩也是 都是的,今早就相当舒服,出到这些沙滩,慢慢在沙滩漫步 我经常说休闲生活,就是这些,出来玩,找点时间,出来这些地方选择 又看到有些外星人在游泳,你说多愚蠢,我当然看不愚蠢,走走就最棒的 现在就回酒店,看下一个行程去哪里 来到海滩当然要出去游泳,外面已经有过了,未有海产,我们就出去走走 大家看不见这些浪,多厉害,迷到来,大佬,还是不好,回头 又路径一些街边的茶档,是不是很有特色 越南一滴滴咖啡是最出名的,最出名的是甜奶,半杯咖啡,半杯奶就是这些 去完海滩回来酒店,酒店有些什么设施呢,看就知道 这些游泳汁,还想说游泳,大家说游不游到,这里 这不是游泳池,按摩池,还有晒太阳,我们刚才就在外面走进来 这些游泳汁了,除了按摩池,还有酒包仔,看看这里 哇,终于有机会做运动了,真棒 10点钟由酒店出发,来到我身后的铃鱼庙 我进去参观,但不方便拍摄 看完庙一声就去到我吃饭的地方,吃饭在哪里吃呢 吃饭在哪里吃呢 海边,又回到海边,早知刚才不出来 在海边后面,这间茶餐厅 一进来,大家看看这个环境 海里抛牆,真棒 如果让我选择,我一定会坐海滩这些桌子 你看看,刚才我和小环在外面,来一个热情的拥抱 就是这里 三十多度,做明鲁鱼就最棒 打个鱁鱼 那些是红鱁鱼 越南大头虾出名,来个椒盐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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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了一百二十五公里的路程 大约坐了两个半钟 中途停了两个服务站 都是去厕所 来到我身后面这个是什么呢 是一个角形 卖油画的地方 我们看看有什么 看 有一个名字 叫涌桥磨七花 每一层都放水 大家看到黑花 是 那些师傅 大家看到这些 这些是鸭蛋壳 这些鸭蛋壳 它很细心 慢慢做些 做些蛋壳 这里已经做成品了 现在它就上油 它们都是 它们不是用些 好像用些刀片之类那些 做些油上去 但是做得相当精细 看完制作 当然是离不开一些展销厅 那这个也不是说 什么购物景点 它又没有说 什么时间 也没有说 要一定要买东西 都是叫你来参观一下 我自己就对这类型的艺术品 就兴趣不大 但是都跟大家说一下 价钱 一幅这些 大约200多元港币 离开了工艺品厂 看了两个景点 两个景点 都是拍了 但是收不到音 大家看一看照 一个就是市政厅 一个就是歌剧院 都是不错的 都是围绕着鼠中心 全部都是5分钟路程 来到我身后这间全湖哲明最大型的百货公司 我们就去超市看看 看看有什么手信 找到超市看看有什么买 我昨天在那边买了很多鱼路 一些是做手信 一些是自己吃 看看这间有什么买 鱼路看完 看看有些咖啡 因为越南咖啡也是很有名的 这个是多少钱 十八万七千 这个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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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三十多港币 这边还有一系列 我昨晚在那边买了礼盒包 很高兴 看到有着巢 最高兴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 十年前去河内 那时我都买了这些 做手信 刚才在街边咖啡当 大家都看到 拿来做滴滴咖啡 但是你要有耐性 滴滴半个小时 越南 除了鱼路和咖啡 其实腰果也是很有名的 刚才经过那间油站 有一些奶味的腰果 牛奶包了腰果 刚才我没有买的 因为沙程滚滚 我昨晚买了这个咖啡 这边也有 行完超市有收获 那是什么呢 鱼皮花生 大家都看到 现在越南的商场 都是很漂亮 那些越南人都很休闲 特别是喝咖啡 那我其实忠情 外面的大排档 我都很喜欢 看看找不找到 那跟大家多吹两嘴 刚才看到用蛋壳做的工艺品 大家有没有吃过一只鸭仔蛋 以前香港的越南菜 一定有得吃的 如果大家吃过的 不许多留言 给个like 我星星 走了一会 整个地府都是food court 陶小云找些东西吃一下 去看什么呢 去看对面那间 越南菜 我当然是极力阻止 看看越南做日本东西做得好不好 特别是拉面 那我们叫了一碗面就来了 很典型的日式拉面 跟着饺子 那多少钱呢 96800 还有一杯 可乐 约40元港币 一碗面 走完百货公司 吃完拉面 有什么好拍呢 就是后面这间百货公司 为何一吃完才拍呢 因为我刚才走进来的时候拍的那些 全部都没有声 收音咪有一段没有电 我现在走回回拍 我之前没有声那些 就重新拍过了 为何我昨天在耶稣山 跑了几转呢 就因为这样 其实过了一条马路的时间 去到我身后 这个 市政大楼 来到这个市政厅的前面 这些建筑物是否很漂亮呢 我看到这个场景 大家记不记得 很多年前 成龙在马来西亚拍过一部电影 我之前在马来西亚玩 有个类似的建筑物跟它差不多 相当漂亮 在市政厅 在市政厅行了大约不够五分钟的路程 来到哪里呢 不是这间 这间是咖啡店 大家不要头晕了 来一个快镜 就是我身后这个 歌剧院 大家看到整个建筑物的结构 已经相当漂亮 来到正门的位置 这个不是名声 它都是在这里拍照的 给大家看一下 相当之漂亮 越南整个这个区域 很多建筑物都充满这个花式情怀 现在这个歌剧院 都还在做歌剧 有什么歌剧去看呢 我身后也有什么菜 介绍 当然没有王子华 冬督笑 如果有就去看 不单止歌剧院 很有情怀 连旁边这间 酒店来的 是不是很有情怀 看得到那条茂莉上去拍照 他又拍我又拍他 这边呢 是吧 整条街都很漂亮 很舒服 那走到对面的LV 这里进去 还有一条 卖怀旧食物的古街 还有一条步行街 那我们就走进去看一下 一走到进来 那条古街不是买这些吧 不是买这些 卖油画 那我们不走进去 那我们就不走进去 那我们继续走街 那在这条街那里走一转 正所谓 那是明贵的产品应有尽有 那加头LV 那后面有Cruzzi 那前面有Lolix 那可以说是 胡志明市的金融中心 那我也是很坚持 那现场收音 现场拍摄 虽然说很多车声 很吵杂 也是一种实况旅游的真实体验 短短短几个街口的车程 那坐了35分钟 那便来到我身后面这间 哇 正啊有中文 整个越南都有很多中文字 那不用说 当然是吃晚饭的时间 越南最出名的就是这个大头虾 写道文的 很大的头 那比大头虾更出名是什么 喂 龙虾放两条老鼠斑 就当龙虾 龙虾这边 龙虾变了东星斑 真是小 那间 上了第一道菜 哇 见到这么多鱼端 当然吃海鲜 那除了海鲜 有什么更加精彩呢 大家看到吗 这碗块也很精致 还有这个 啤杯椰茶 越南独油 今天碟菜 炒得漂亮点 给今早那碟 大家猜不猜这个 这个是什么 市汁炒鱼蛋 真是 挺精彩 哇 精彩 终于有一碟鸡吃了 这个呢 又是今早那条 炸定买到现在 最好是这样 给一碟鸡 吃完饭 坐了二十多分钟的车程 回到我们第一 晚 那间酒店 但是就转了房 那间的厕所 就在隔壁 都挺特别的 那我就喜欢这间多很多 那之前第一晚 第二晚 那间 其实我就一般 这间就好很多 那刹那间就玩了四天了 那明天就走 那明天有些什么行程呢 那明天就会去到一个景点 那 那 早上就在这间酒店那里 游客 虽然说这么小的泳池 那也是下去游泳水做运动 那今天的分享到此为止 那明天再和大家分享 看看二高先 二高有什么看 应该是剪较飞机你看看的 那拜拜 那么 那 应该是剪较飞机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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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那 剛才拍照的幾隻蝦就已經進去炭爐 用一個燒烤的方式做了出來 吃完自費海鮮餐,轉瞬家來到哪裏呢? 就是機場 喜歡就給個讚,訂閱我的頻道,幫我聲聲分享一下 追蹤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拜拜!